第十二维度创始者讯息 将此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我们在这里支持你们 我们是创始者 我们是第十二维度的非物质存有的集体 我们在此提供帮助 我们知道你们在地球上有许多至少可以说是令人不快的环境 条件和情况 我们知道你们必须应对所有这一切 而我们不用 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可能会被你们认为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所以在开始我们真正想对你们说的话之前 我们先跟你们确认这一点 我们想对你们大家说的是 没有什么比你们的振动更重要 优先考虑你们的振动 使之高于其他一切事项 会让你们快乐 它会让你们的脸上露出微笑 它会让你们保持内心的平静 无论你们面前发生什么 你们都想保持这种平静 将你们的振动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方法是 让它成为你们早晨醒来时关注的第一件事 你们做到这件事的策略是 调写到你们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最想保持的振动 然后调写到你们觉得这种振动存在于其中 并且最容易被你们获取的那个脉轮或那些脉轮 你们可以比自己想象中的更轻易的拨动那个开关 你们可以仅仅因为自己想处于某种存在状态 就处于那种存在状态 当新的一天开始时 如果你们把注意力放在感受自己想要的感觉上 那么你们就更有可能体验到自己所想的下一个念头 和下下一个念头 都是这种振动的反应 无论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 你们都更有可能在一天中提醒自己保持这种状态 你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关注 某些你们知道 会让自己更容易处于那种振动中的事物 这是你们的自由意志 你们的自由意志 不仅仅是关于你们选择做这个或做那个 说这个或说那个 你们的自由意志更是关于选择你们想要如何振动 选择你们想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什么事物上面 你们的关注点很容易变换 你们甚至不需要想出一个快乐的念头 就能激活快乐的振动 你们不妨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 当你们专注于它时 总能给你们带来快乐的事物上就好了 你们的脑海中有那么多的图像可供选择 你们的电脑和手机上有那么多的图像可供选择 你们有那么多电影和视频可供选择 你们还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或回忆起自己感到快乐的场景 当你们有这么多可以关注的事物时 你们根本不需要去编造出快乐的振动 既然如此 你们为什么要关注那些让你们陷入恐惧 匮乏愤怒或悲伤的事物呢 有时候 你们会感受到这些情绪 接触到这些振动 但你们不必选择它们 一旦你们意识到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 你们感到心中有那种自己并不喜欢的空虚感时 你们不必仍旧选择关注这些情绪 这些振动 如果你们发现自己被什么事物所触发 进而处于那些低振动状态之一 请不要担心 你们可以在感受到那种感觉的同时 在呼吸之间摆脱它 然后你们可以继续激活喜悦 和平 兴奋 自由 或者任何一种你们选择在下一刻去感受的感觉 当你们把这件事放在首位时 你们不仅会快乐 而且会创造出你们想要日复一日 周复一周 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的体验的时效 我们向你们保证 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是创始者 我们非常爱你们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